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进临盆呢 我越感觉到这肯定是个小子 他在我肚子里可调皮了 反正肯定不是个丫头 我觉得他肯定是个男孩 这肯定是个小子 我亲爱的儿子 你赶快从你娘的肚子里面跳出来吧 怎么 等不及了 其实 爹爹也等不及了 爹爹是抱孙心切 其实啊 我特别希望爹爹他老人家 能够在朝廷上 赏操点心 多来享受享受 听人吃乐 上次寒冤殿的事情 想起来都让人觉得后怕 只怕 只怕爹爹的心 不是有了孙儿就可以改变的 爹爹啊 他这一辈子 在当兴朝廷上 只怕是险不可测 郑岚 郑阳汤哥 好 汤哥 你真是不胜酒绿 又让床妹笑话了 来 我醉酒的样子 是不是很难看 其实 唐妹对郑阳是最好的 有什么事 你就说吧 我醉酒一试 千万不要告诉书也知道 我知道 也未定 唐哥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你是说五三四他们的反应 是啊 好像一下子风平浪静了 那还用问 肯定是受到制约了 你是说皇后 除了她 还有谁能制约那全高位重的五三四 真的是那样的话 这女人真是人世间最恐怖的罗煞魔女了 罗煞魔女 对 罗煞魔女 对金山酋长 李赚父子 和我们复辟大本营这些 不愿对大唐朝廷甘愿臣服的人来讲 的确是如此 不错 对大唐 他才是名副其实的明君 对 赚阳堂哥 下一步你怎么打算 我一定要找到那位洛宾帝 洛宾帝 洛宾王的长辈 什么长辈 冒牌的 假的 是真的 我糊涂了 洛宾王一定和他很亲近 要不就是亲属 但不信洛 也不明兵帝 洛宾王是大唐反武势力领头人 上官仪的学生 接近洛宾帝 就可以进入大唐反武阵营 这是我们隋朝复辟阵营 最可利用的力量 而且那洛宾帝的人身也是假的 人身也是假的 那他是鬼啊 你就知道鬼 他可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但不是男人 女人 对 他是女儿身 他可是大唐朝中 除武皇后外 又一个除尔不群的女人 我一定要得到这个女人 反武营垒中 有这样一个女人 真是天助我复辟大本营啊 叔爷 叔爷 正阳正来啊 海池落冰地 已被我查出真相 叔爷 他真是女孩子吗 你们都知道了 那他的真实性命是什么 家住在什么地方 说来 你应该早就闻名了 他就是随他父亲 巴西明依谢敖 一同映照入京的谢姚环 谢姚环 那他一定和他姐姐父亲一道 借助在上官仪 左下的宅院中了 这下可方便了 我是上官于书斋的常客 我这就去拜见他 这么着急啊 此时此刻 正好配王李贤 约我明天到上官宅中 和上官仪上官亭之父子 共同商讨他们住的后汉书 我就请配王李贤 和我一同前往上官宅 叔爷 郑阳觉得谢姚环 是反武阵营中 新有限出来的奇才 要尽早把他争执到掌握之中 好极了郑阳 祝你马到成功 是 书爷 这位就是配王李贤殿下 姐 我听爹爹说过 这位李贤殿下 从十一岁起就开始注视后汉书 几天前 我在上官仪伯伯的书房里 还看见过上官仪伯伯 叫对的后汉书的教助稿本呢 想不到 这位李贤殿下 就到了我们眼前了 我正想听听 人们对我教助的后汉书文稿 有何点评 罗宾帝 你赶了 你这个导弹鬼 又开始胡搅了 好 如此说来你是不赶了 普天下乃我谢姚环不敢点评的文稿啊 好 那就请点评吧 虽然我只是粗毒了几张 但以这十几岁的年纪 能对汉家史实 做出别具一格的教助 也真是大有悟性啊 吹牛拍马 也叫点评吗 我今天就让你这导弹娃 懂得什么是上乘的点评 姚环 点评吧 我不会怪罪于你 好 这凭你的度量 本小姐就愿意指点你 姚环 正阳说的一点没错 谢姚环果然不俗 那我在这里 洗眼宫听高论了 好 那你听清了 就殿下所住的汉光武帝纪为例 就颇有十分迂腐之见 妹妹 迂腐之见 那本纪中说 东汉光武中原原年冬月十九日 刘秀在祭祀汉高祖刘邦的庙宇时说 与太后护首富的 以众后党外戚治理朝政 几乎让汉朝变为吕氏天下 而伯太后紧守护道 是孝文帝执政 才是汉朝设计得以延续 所以凭此 汉光武帝刘秀下诏 把吕太后的灵位移出高庙 把伯太后的灵位升入高庙 这段历史我们都很熟悉 你快说 我怎么依附了 不知殿下是否记得 你对这段历史的评论 记得 大义是 万事惊心之始 百代警戒之决 这还不育府之志吗 吕太后不遵妇道 差点颠覆汉朝 还不是万事惊心之始吗 而伯太后紧遵妇道 光武帝刘秀 决定撤销吕太后的最高技巧 让伯太后来享受 这难道 不是百代警戒之举吗 什么是紧守妇道 什么是不守妇道 为太后者 遵守妇道 就是夫再从夫 夫死从子 而吕太后 既不从夫 也不从死 善权干政 史实俱在 所以刘秀教移出她的领位 贬斥于她吗 刘秀此举 是为了教训后来的皇后 嫔妃以及所有的妇人 只能三从四得 棘手妇道 如果按照殿下的见解 和评论 那你的母后 还能主掌六宫吗 你 妹妹 你在惹灭族的大祸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不过 你 你 还没想过 不过 你 你 还能说 不过 你 你 不过 我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病缠身 根本无法处置朝政 还有你那太子哥哥 也是体弱多病 况且年纪尚轻 也无力辅助皇上治理朝政 这些年来 我大唐朝天下太平 边境处处安宁 百姓纷纷说 当今天下 比起太宗皇帝的贞观之质也毫不逊色 这些全都屏障你的皇后母亲啊 不过按照你的批注和你的见解 当今皇后全心全力的处置设计大事 难道是不守妇当吗 可是 可是吕太后怎能和我母后相提并论 为什么 她是汉朝的皇太后 真是笑死人了 这句话真是个年轻娃儿说出的话呀 谢姚环 回房去吧 姐 不能走 她怎么能说我是个年轻的娃儿在说话呢 殿下 李贤殿下 谢姚环说的对 你刚才所说的话的确像一个不懂事的年轻娃儿 导弹娃 又在煽风点火了 正阳 你也这么说话 殿下 以中华史家的致史观 记录历史不是目的 而用历史来让后人对照其功果得失才是本意 你既用万事精心之史百代警戒之举 来评述那吕后 谢姚环自当会用当今人物与历史人物来做对照 而用你母后的举止言行 对照那汉朝吕后 就可看出你这十二字评述 实在是 对不起殿下 实在是迂腐之至 好 好个猪而不群 别具慧言的导弹娃 可是我谨守正途 绝不迂腐 当今皇后若仅以复道而论 按照中原圣贤古训自然是大大的不尊 可是当今皇后若仅遵复道 一味不管君政要无大事 从夫从子 那么今天我们还能在这 月白风轻之际 在这上官宅中赏秋庭派 侃侃而谈 先凭许及吗 只怕是 只怕什么 只怕是从辽东到岭南早已动荡不宁 永辉年代的蝗灾 特大洪灾 早已是无数百姓家破人亡 全靠你母后苦力支撑 才迎来大唐今日的兴盛 这样的皇后能靠你的识笔来点听吗 对不起 殿下 好 真痛快 没想到 这导弹丸 让我在长安城中得一他乡之音 大乡之音 大乡之音 疯丫头 蛮女说说不亲 快回房去 走啊 回房去啊 快走 快点 不俗啊 马夫尚 哥哥 背房 是 哥哥 王福灵 这么晚了 你还到上官府来啊 我是来转 我是先来转一转 到上官府来转一转 我的事 你就不要多问了 这么晚了 你到这点来干什么 啊 我是去红禄寺 取魏西香米 出来在丹凤门 见你上马出宫 使勤叫你 你都没听见 这才给你过来的 取魏西香米干什么 啊 皇后陛下要用 皇后要这生米 有什么用啊 上林院中 九华菊开放 皇后陛下 要亲磨香米 倾倒九华菊霸 在奇巧之夜 亲下御厨 征成九华菊膏 进成给当今皇上 计较 奇巧之夜 皇后陛下 还能把他 亲自的菊膏 进成给皇上吗 哥哥 你 你这什么意思啊 哥哥 就 我的意思 是奇巧之夜 皇后陛下 要接受内外命负的朝拜 他能有闲暇 亲自为皇上 争执香膏吗 听皇后陛下说 这九华菊 是未尽之时 桃元明精心培植的品种 不仅花色独特 而且其种子 在重阳之气 若是奇花 又醒脑明目的特效 又此等特效 而且魏西香米 醉力无辅 及干肾两脏 与九华菊 合成九华菊膏 对皇上的疾病 会起到极好的识补作用 哥哥 你为什么叹息 微兄在想 如果皇后陛下 能把心思 全用在这些方面 该有多好 哥哥的意思 是晨不早了 你还是尽快 放个宫里去吧 哥哥钱吗 小弟 早就有话 想向哥哥说说 只是机会难得 现在正好 请哥哥 捎带片刻 可是 我生命在身 你是来传纸 不是来转转 跟小弟来 来呀 我生命在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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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话说吧 哥哥 你我弟兄自幼丧了双亲 只有凭亲戚做主 静了身送入宫中 只不过想让你我兄弟 有条活路而已 谁知苍天有眼 这二十余年来 这二十余年来我们都身着飞袍 成为大唐内侍省的令城 你为何给围兄说这些事情 哥哥 弟弟提说你我兄弟的身世 是要提醒你 我们这一队孤狼 能够活到今天 活到这样的地位 实在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 这都是黄恩浩荡荡 自然是黄恩浩荡 可是哥哥 别怪小弟出口不屑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什么 千万不要放着阳关大盗不走 偏往死路里行啊 王复民 你知道什么了 其实天下大事 没有不变更的朝代 也没有真正的万岁天子 但凡有王朝有天子 不奸诈不宁性 你就不能名列王侯公卿 就不可能身居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而随奸诈随宁性 有的却流芳百世 有的却遗臭万年啊 这里唯一的区别 就在于伪装之术的优劣 伪装之术优者方能流芳百世 伪装之术劣者 疑臭万年 你说是吗 哈哈哈哈 就连我的亲孙儿许彦博 也不认可我的历史观念 和对人物评价的观念呢 但是 这是我七十二年来 做人做官的真实体验 看来 这七十二年一帆风顺的官宦之路 就要走到尽头了 爷爷 就连英明天宗的太宗皇帝 所以为重臣的 许金宗 也差点要我脱离上殿了 孙儿 爷爷 看来我们爷孙儿 该回故乡去了 西子湖畔 那才是爷爷安度万年的地方 爷爷 近来孙儿也时时这么想 光想可不行 须得实施啊 好了 我现在痛快了 扶我去安寝吧 小弟不知道为什么 进来 想了好多好多 你想什么了 小弟想 你千不改 万不改 曾经被派往东宫 做过废太子李忠的内侍 而且还和上官一大人一道 是废太子李忠 最为亲近的臣仆 亡命所为 我们敢不从命吗 可是是死是活 你我弟兄 可以时时务而选择呀 我怎么选择呀 李忠不是当今皇后陛下所生 因此被废 东宫的新主人 李红 是当今皇后陛下亲生之子 我们应该格外尽心尽力地拥戴 上官一是一代大儒家 自然尊从李教 不过其余 包括身家性命 而你我兄弟 虽然都身着飞袍 却是帝王家的奴仆 只该尽力讨得主人的欢心 不能去仿效 不过朝中大臣说什么伦长 刚计 王奴仁 哥哥 更应该明哲保身 你的苦心 我已经知道了 但我也只是奉赵行事 绝不敢有其他心思 哥哥 比如像去上官府中传赵的事 你最好自己不去 让他人前去 你也是内侍令城 皇上皇后有诏要你侵传 你能不接 你能不能告诫我吗 哥哥 你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 一阵番话 令我大感突然 我的这些话 是通过九年的观察 揣摩得来的 九年 本朝永会六年 皇上废除王皇后 策立五皇后那一年 废除 废除 谁能料到 根本不可能废除的王皇后 却在转瞬间被废除了 根本不可能策立的五皇后 却成了六宫之主 天威难测呀 对呀 哥哥 天威难测 你千万要记住 千万要记住什么 当今之世 真正的天威 在太极宫甘露殿 而不在韩元大殿 哥哥 借骨三想 夜深了 你快传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太极宫甘露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然皇后已经答应此事 也就是说 这件事就这么确定了 那个李治 也只不过是 点头拱手而已 殿下 如果金山部落的和亲之请得到应允 那么金山酋长肯定会和朝廷和睦相处 违背我三方的盟约 请求和亲 这哪是金山酋长的终极目的啊 他只不过是 想借此为跳板 抢先占领中原 主公愿见英明 这个金山酋长 貌似粗鲁 心思缜密 但是 为了篡夺大忌着想 我也只能够假意与他周旋 其实 那阳法正阳二人 眼下的心思 也只不过是 复辟他的随朝 说什么 要助我夺回地位 只不过是表面之词 殿下英明 细想啊 凡我大唐王朝子孙 谁不愿意 祖宗创下的大唐王朝新盛 谁又愿意 和那心怀叵测的金山部落 以及 臭民昭著的随朝复辟势力 暗中勾结 挑起祸端 可惜啊 都怪我太宗仪失常 哼 把这皇位 传给那昏庸的李治 而李治 又把军政大权交给了不守复道的武士了 不除这个武士 我大唐 真的是十分危险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 这个武士 可是个 不寻常的女人 可是殿下 我们从通州返回长安 一路上所见到的 都是天下太平 是啊 都是因为 李治大权旁落 连那个张狂的金山酋长 也能够 受起狂妄之态 迂回曲折 奏起和亲 殿下 我们违京之机 我要你 以你的智能 心机 剑术 制定出一套 万无一失的计谋 去刺杀 那个危害我大唐社稷的武士 努力赴汤蹈火 也要完成王命 嗯 我志勇双全 忠贞美丽的金位 我静候你的佳音 你的丰宫伟绩 必将载入我新王朝的史册 万古流放 周叔嫂子 喝完太烫药了 谢谢二位妹妹了 看我 害得你们全家人都为我操劳 连姚伟妹妹 大喜日子 该备办的事情 都给耽误了 不碍事的 周叔嫂子 你说哪里话呀 我听爹爹说 你肚子里的胎儿 好好的 可是 临近产期 你还是要神安气静 所以啊 你就乖乖的 把这怪苦的汤药喝了吧 妖欢的话说得很对啊 不过还是要小心的静养啊 要让我们的乖乖 侄儿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的来到这个人世啊 依我的心思呀 生个女孩倒更好呢 哦 你有这种心思 不会吧 哎 既做人妇 做人媳 既又不盼望为夫家 生个传宗接代的儿子的 可是 既是儿子 又哪有不在幻海 在战场上拼搏争斗的道理呢 看看上官亭之 和上官一叠叠 艰难支撑于幻海的光景 我就真的有了这种心思 这也确实让有这种念头 不过郑叔嫂子 如果生下个女孩来 也不一定只是身藏相规 相夫教子的啊 还有你这样的女孩 舞刀弄枪 诸子百家 像我怎么了 我谢阳环不也是潇洒脱俗吗 所以啊 郑叔嫂子 如果生了个女孩 你也该高兴啊 因为我会把她调教的 跟我一样的 上官世家 大家风范 举世皆知 还用得着像你这样一个 巴西乡下来的野丫头 来调教上官家的千金呢 姐 我是看在上官家 和谢家是通家世交 才肯屈尊调教侄女的 换了别人 我谢阳环是何许人也 她还高看不上呢 真是不害羞啊 你 你们姐妹啊 一会儿不见 就急着要寻要找的 这一旦见了面 又是争又是吵的 好似一对冤家 行了 你们不用守着我了 还是去东西二世吧 眼看过两天 就是姚伟的大喜日子了 正书嫂子 虽说有采办之人 在各处采买 可是首饰衣裙 还是自驾挑选的 才会喜欢 对吧 去吧 去挑选自己最喜欢的 铃鲁绸缎呀 首饰银钗呀 还有奇珍异宝 把自己呀 打扮成最最英勇华贵的新娘 去吧 别守着我了 走 走 那就是早在去吧 好好休息啊 好的 去吧 我们走了 王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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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上官仪的 时辰还不到呢 什么时辰还不到 宣上官仪 进宫复职 这 快去 快去 是 谢伯父 谢伯父 听之啊 原来 摇尾摇环 还没回房歇息啊 他们 正在为你呢 即将出生儿子 缝制一群呢 听之啊 有什么事吗 谢伯父 小侄 有一为难之事 小侄想请谢伯父 劝说一下侄儿的父亲 来来来 坐下坐下 什么事啊 让你父子之间 不能坦诚相告啊 放在宫中令城 王副圣王公公 又来家中 向我父亲传旨 哦 没有想到 皇上在震怒之中 竟然要废除皇后 啊 什么 啊 这个糊涂的皇帝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杨环 不可放肆 此事当真 是啊 王公公 也是忌恐一惧啊 在无奈之下 只好求生相告 要我劝说父亲 劝解皇上 霸此念头 可是父亲心中 只有皇上 这怕我一个人去 不能走笑啊 顾之儿 恳求伯父 去劝劝之儿的 父亲吧 上官停滞大哥 要去劝说 上官姨伯伯 不够让我出马吧 说不定 这样更能奏效 姚环 这不是儿戏 不要误了 上官停滞大哥的大事 以我看来 就让姚环跟你一起前去 倒也未必不好 嗯 憋点 因为姚环 她不懂得忌讳 言辞犀利 正以为这样 她能畅所欲言 身头厉害 说不定 反而能劝得你父亲 身名大义 权衡利弊啊 有道理 有道理啊 姚环妹妹 于兄一切都仰仗你了 万快走吧 好 走 父亲 上官姨伯伯 谢姚环 还没有睡觉 哦 他有要事相告 嗯 姚环有什么事要告诉我 嗯 上官姨伯伯 宝伯圣到府上来 是不是来催促你道之事啊 嗯 正是来传达天子的口语 敦促老夫 速速拟好此诈 爹爹 你想 皇上为什么突然下此决心呢 苍天有眼 吴皇终于英明啊 别点 微父知道你的心情 吴氏 吴氏确实不同寻常啊 可是自古以来 阴不牙阳 邪不胜正 皇上一旦不被蒙蔽 定发雷霆之怒 自会洞天惊地 上官姨伯伯 女子自然是阴 但是皇后陛下 怎么是邪恶之事呢 谢姚环不太明白 唉 姚环啊 后宫擅设朝政 是朝之大计啊 唉 自永会六年 武士 武士被册立为皇后以来 排斥 长孙 吴继等 栋梁大臣 大风 武士一姓为王 竟然 公然地 带天子 执掌正事 所有正直的 文武大臣 对武士的行为 不齿久矣啊 这就是邪恶之事 上官姨伯伯 后宫干预朝政 是朝之大计 可是皇后陛下 是因为皇上龙体欠安 重病在身 才奉皇上之命 辅政礼朝 那怎么能说 是干预朝政呢 我还记得 太宗皇帝 曾经在后宫 与长孙皇后 提起过国家大事 可长孙皇后 严格退去 不肯语文 深得太宗的敬重 这才是贤淑厚费的举止啊 岂有趁皇 这龙体欠安 取而代之 处置军政大事之礼 这久而久之 就一定会像吕后那样 谋朝篡位 一定会像西汉那样 江山不稳 上官姨伯伯 姚伯有仪式不太明白 请上官姨伯伯明示 讲 在永辉初年 每年春天 不少文武百官 都要用皇上去往东都 名为寻寿 实际上是因为西京 难渡春荒 而要去往东都 解决口粮问题 这些事情 被不少外国人 都笑称为竹梁天子 起梁文武 而近几年来 皇后陛下重视农耕 不仅不用竹梁 而且今年上好之谜 梅斗只售五文钱 豆卖丰收 多的卖都卖不出去 百姓以石为天 这不也是事实吗 谢阳环 爹爹 谢阳环啊 你的父亲细熬 医术高明 为人善良 但自幼少读经史 扑扑糊涂 多有离经叛道的举止 你万万不可效仿你的父亲 说出这些 慕无皇上的大逆不道的话来 上官停之 你也要以此为戒 知道吗 爹爹 好了 知道错就好 起来吧 爹爹 向爹爹给孩儿取名停之 是取停生灵之 降级瑜伽之意 今日孩儿惶恐冒犯此父 是想不负父亲之望 为上官家族 带来吉祥福祉啊 回复明白 起来吧 爹爹 眼看媳妇就要临盆了 你就要做祖父了 孩儿多想 多想爹爹能在散朝之余 弄思为乐 去传他 明满天下的上官体呀 会的 为父会的 会的 爹爹 天危难测呀 万一皇上只是一时的 雷天震怒呢 就请爹爹 劝戒皇上 三思恩后兴 上官义伯伯 你赞思恩后刑啊 你赞思恩后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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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